东部舰队到目前为止累积30人确诊 虽然国防部连续两天天天开记者会向大众说明 但是还是引发了争议 根据国防部揭露资讯 连检小组在4月14号上午7点半登舰作业 但是呢只有短短一个小时 必须要完成检查 介绍744名官兵的健康状况 而有前医官更透露了 其实从24年前开始 官兵下船的最后关卡 连检小组就有时间不够的问题 平均40秒钟就要完成一个人的健康检查 几乎就只能够量体温还有看病例 这样子要如何确实把关 海军敦目舰队爆发群聚感染 外界把矛头指上连检小组 作业不够谨慎 他们都是按照这个SOP去做 当然我们也看到做了有些地方 跟我们认识是SOP应该做的有落差 国防部坦承确实有疏漏 但国军连检小组 邮件职部后勤副参谋长担任组长 成员包含监察官后勤官保防官 法治官及两名军医官 也编纳国军高雄总医院四名医师 但4月14号上午7点半 连检小组登舰作业必须赶在8点半 军舰结业典礼前完成任务 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换算下来744名官兵在19人的检查情况下 等于检测一人最多只能花40秒 40秒这个是个人的认知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算 因为我个人在船上 我都没办法这样做计算 连检小组成为官兵下船的最后关卡 前敦目舰队军医官吴文志就透露 任务繁重但时间不够的情况下 平均40秒要检查一个人 几乎只能量体温看病例 海军司令部并没有跟卫副部 采用一套标准 所以其实他们在出航前跟返航后 其实他的检验标准 就是按照之前的部班标准 国防部亡羊补牢 强调会持续调查 但疏失也慢慢浮上台面 记者一天下午一致台北桑道